疫情期间,美国亚裔族群集结上街反对仇恨亚裔的暴力事件 南加州一群女性候选人串联结盟 目标2022年选举,强化亚裔女性参政力量 在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美国已选出史上首名据亚非裔血统的女性副总统贺锦丽 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在5月指出 人口成长快速的亚洲及太平洋岛民意族群在政坛发言权仍低 民选官员人数不到1% 反思民主运动报告指出 尽管于2020年中的统计 AAPI族群占全美人口的6.1% 但各阶层政府中具有AAPI背景的民选领袖只占了0.9% 其中女性仅3分之1 准备在明年争取连任的洛杉矶山井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 吴梦珍14日与3名女性后援人举行了记者会 对外募款支持亚裔女性候选人 吴梦珍说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影视产业改革 更多亚裔联孔在美国的电视电影中出现 在政坛上需要更多人像我们一样站出来 让孩子有学习的对象 来自北加州的弗利蒙特市议员黄杰宜表示 身为女性在政场经常遇到歧视 被问你出来参选 那家里的小孩子谁来照顾呢 男性政治人物从来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 黄杰宜表示 尽管贺锦丽当上副总统 但在美国职场仍然存在男女同工不同仇的问题 许多企业高层还是以男性占大多数 因此两性平权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期待更多女性从政 越南裔的海伦辰将在明年竞选加州圣伯纳蒂诺市长 他受访提到虽然女性从政面临许多挑战 但也有不少优势 像是一人兼顾数值的多工运作能力